那下面呢我们接着来往后看 有这样一个练习我们得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北上广深 北上广深圳省阳五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数据 请汇论出五个城市的PM2.5 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在哪 数据呢在这个PM2.5这个文件夹下面 然后呢我们新建一个PY文件 配件149 然后呢也是一样第一个FailPass 等于当前录录下PM2.5 然后它下面呢我们找北极这个为例 把他名字复制过来 那么也是一样的ImportPandas 或者pd pd.readcsv 然后呢把FailPass放进去 然后呢这是DF对不对 我们来打印一下DF.head 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再来打印一下 DF.info 前两天有个同学在问我 他说他一个非常大的Excel Excel里面有很多URL地址 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很非常快的方式 能够把这个Excel的URL地址读出来 我告诉他使用Pandas 然后呢过了一两个小时 我又问他读出来吗Pandas读了吗 他说不是 他就用了什么 一个专门一个模块读Excel 对不对 我说为什么不用Pandas呢 Pandas不是非常快吗 以下就读出来了 RadeExcel RadeExcel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哈 当时数据比较多的时候 当时数据比较多的时候 中间那几据肯定是不会显示的 当时数据行比较多的时候 中间那几行也是不会显示的 对不对 当时呢我们这里取得head 对吧 显示全五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Number 这个编号 Year, Month, Date, Hour, Session Session 这表示是季度 对不对 这还几个 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呀 这后面还有一些字段值 比如说PM US Post 然后DWP 还有这个应该是湿度 这个是什么不清楚 温度对吧 这个应该是风向 这个IWS也可以查一下是什么 这还有两个字段 都不清楚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我们如果说想要和之前一样做什么呢 来看一下五个城市的PM任务 所以时间的变化情况 时间在哪呢 是不是在这啊 但这个时间有点 不好整对不对 分开的 对吧 不再像之前一样 它是个时间桌对不对 是个字幕串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可以把它加到一起去啊 加到一起去这个过程也是太复杂了 那所以说呢 下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要学习一个新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能够自动的帮助我们把这些时间呢 放到一起 转化成之前我们熟悉的 DataFrame DataTime这种类型 然后后面的操作呢 和之前操作是一样的 我们下节课的时候了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大家下个休息十分钟 好